4月4日,敵人開始了大幅的衝擊 在五個地點上,在西東東方向 有6個機械和2個艦隊的敵人 目標是我們的防守 最大的敵人,以他的意見,地點上 俄羅斯國防部5日表示 烏克蘭已展開大規模反攻 烏軍試圖突破烏東頓巴斯地區前線 在俄羅斯控制的貨,里夫卡鎮幾棟房屋遭到嚴重破壞 看來有些人,也不知道他們是武衛 我們沒有了,我們沒有了 樓梯,樓梯,車,全部都破壞了 另外在接壤,烏克蘭西部的俄羅斯邊境 貝爾哥羅德州州長格拉特卡表示 五軍撤夜砲擊該州造成兩人喪生 4000人撤離到臨時住所 不過也有影片顯示 為親肌腐的俄羅斯志願軍闖入進行大規模攻擊 志願軍稱服了兩名受傷的俄羅斯士兵 要求當地政府交換人知 我認為今天我們已經準備好這件事 我們想要有些事實在想要 但我們不能等待這段時間 我們非常相信在成功 我不知道我們有多少時間 在華爾街日報的公開採訪中透露 基普已經為反攻行動做好準備 而為了防止情報洩漏 烏克蘭國防部四號發布一支影片 多位全副武裝的烏軍用手指做出安靜的手勢 並註明計畫仰賴沉默開始時無需宣揚 浴室反攻正低調開始 清唐眼拍電視黃亮簡 唐傑安正理報導 精唐眼拍電視黃 ol